即时新闻综合报导立法院今天举行劳几法修法公厅会 其中部分资方代表发言引发外界讨论 作家文朗东今天则在脸书将资方会说的话进行翻译引发不少网友共鸣 文朗东列出资方会说的十句话以及对应的翻译内容分别为 1.共体时间其实是独享顺势 2.不要抱怨环境 只要自己努力 其实是不要分红员工有钱低调装穷 3.公司就像一个大家庭 其实是一个人养了很多狗的家庭 4.今年公司没赚钱大家年终将就点 其实是去年有赚不过不能告诉你 5.出事会不要太在乎薪水 先懂得学习奉献 其实是在员工学成后跳槽前能熬就熬 6.年轻人不要只会买iPhone 要学习理财 其实是手机又不是我做的 不然谁买我投资的股票房地产 7.只要有实力 收入不是问题 其实是被那个谁给人里银行的业配案发了吗 8.30岁前必须学会的30个中雇 其实是服从忍耐 9.成功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其实是例如我父亲准备给我的姓氏 10.没有人过老死都是原本有病 其实是资方是弱事 资方是弱事 资方是弱事 我好像快说服自己了 再试一下 资方是弱事 资方是弱事 资方 文章发出后引发网友讨论 纷纷表示资方的场面化 心底化 资方是弱事 好像比较正确 地图炮 也有网友认为 资方也会说老简在扰名 不过文朗东对此回应我资方也是名 让网友回说好吧 还真有支持者这么说